XD ㄟㄧㄟ,你要留那邊,這邊輪臺腿先上 那我們那邊舖去好了 好 等我一下下 哈喽 各位Artist的车友大家早安 今天假日之后一大早就跟大家来分享 当然是Artist的车款 这一台车是Artist的11.5代的X版 也是因为车友帮我们介绍 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来服务大家 因为车友假后倒修补 觉得KT的乘坐的感觉 有符合自己的需求 所以介绍了同款车的车主 这是2018年的11.5代的X版 今天要安装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道路版跟竞技版的差异 今天刚好有车友询问 所以经理就借有这一次的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道路版跟竞技版的差异 道路版跟竞技版的差异 第一个价格的话是差3000元 然后在弹簧的配置上 竞技的话公斤数比较高 还有在阻尼软硬度上 竞技版本的它的阻尼也会设定的比较硬一点点 所以竞技版本的话 它比较适合热血的车主 以这一台Artist 它毕竟比较斯文 比较稳的车 所以选择竞技版的比例 大概只有7%左右而已 比一般比较热血的车款 譬如说经理之前有开过的那台 Golf 7代的GTI 那一台的竞技版跟道路版的KT出货的比例 大概是5050左右 所以就会比较平均 那这一台车比较斯文 所以选择竞技版的不是没有 但相对上比较少数 但是因为它原厂的悬吊设计 就很舒适了 所以一般来说 升级到道路版本就很够用了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它原厂避震器好了 这个世代的避震器的话 前面还是都是一个卖花城的悬吊系统 包含了最新款的12代的TNGA 它一样是卖花城的悬吊系统 但是9代、10代、11代、11.5代 它的前面避震器的结构都很相近 可是11.5代的它的上座规格就不太一样 11.5代之后上座的规格 这个螺丝就变成是比较粗的M10的规格 9代、10代、11代它的上座螺丝 这个螺丝就是比较细的 是M8的规格 所以只有差别在上座螺丝的规格 后方的话就都差不多 后方的话算是拖一臂的系统 可是一般拖一臂的系统 小车为了节省车室里面的空间 是把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 但是这个底盘设计的话它是把弹簧跟避震器做成一体式的设计 所以这个结构的话维修上也很简单 操控上也都还有一定的水平 但只是它原厂在阻尼还有弹簧上的设计 都是以舒适为触发点 所以要论级操控的话 可能不是很理想 所以在改装避震器 或者是在轮胎旅圈 升级到一定程度的规格之后 在操控性上的提升 都很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这台车的话 那这台车是2018年 车况还很新 车的里程数的话 还不到5万公里 所以这个上座 Toyota的品质大家都知道很棒 所以这个上座的 都还没有到损坏的程度 所以这个上座其实是可以沿用 但是KT的产品 以这台车来说 前面上座跟后面上座 都有负新品 都不需要再拆原厂的上座来沿用 所以在拆装上会比较简单 因为要沿用原厂上座不是不好 是沿用原厂上座的 拆开之后 组装的顺序 万一有错误的话 譬如说这个上座的下方 有一个转接的图形的轴套 转接座之类的 那如果转接座的位置放的不对的话 就有可能会造成零件产品的寿命缩短 或者是有异音的状况 那这个上座也是一样 这个后面的上座看起来是很单纯 那这个的铁件呢 它其实是一个杯子状的 那杯子状的中间 就会放这个橡皮 可是这个橡皮的大小也很重要 一般的话我们也有看过沿用原厂上座 可是附的这个橡皮 它是附的外径太小 那外径太小装上去的时候没有问题 可是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橡皮会位移造成它中间有一个铁管 跟上座会有干涉的状况 就会造成异音的状况 那KT的话 这个上座都是专用的规格 橡皮的大小也是跟这个一样不会移动 所以KT在这台车上完全没有异音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产品一个设计在一个改良 我们成熟度上KT做得很棒的地方 那在弹簧的配置上呢 这台车也非常重要 这台车的后方都已经是拖一臂的系统了 如果弹簧配置的太短 或者是弹簧的公斤数过高 整体的乘坐感一定会不好做 以KT来说 这台车后方道路板所配置的弹簧长度 拉到190长 公斤数的话是5公斤 是针对这台车的车重 针对这台车的悬吊设计所配置的规格 所以乘坐感的话相当的不错 这台车的后方弹簧很重要 如果上方还有用转接坐 或者是把弹簧的长度缩短的话 那这台车整体乘坐起来的感觉 就会比较偏向热血一点点 那KT的话 把弹簧长度拉长 而且上座的话是专车专用的规格 也不会有异音的状况 整体乘坐感的话也很棒 那前方的弹簧 原厂就是一个大卷的 所以我们为了要维持原厂的舒适度 做了一个大圈径 200厂7公斤的弹簧规格 所以整体的一个乘坐感觉相当的不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已经安装上车的一个KT的产品状况 这个是后方的 抑震器已经装上去的 KT的话不只是软硬 软硬可以调整 长短的话也能 针对车主想要的车高下去做调整 像今天的车油啊 他想要的车高是比较低的 后方的话想要大概一尺半左右 前面的话大概两尺 这条弹簧就是 150厂 190厂5公斤的规格 那 你从那边我们来介绍一下阻尼调整的部分 11.5代我们它的椅背是六四分离的 可以往前先之后可以看得到这个后面避震器的上座 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避震器上座就可以从这里来调整软硬度 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那上面的话有两个螺丝下方的话有一颗螺丝 拆装的时候如果车油啦 要自己调整鼠泥 这里有一个塑胶扣去已经拉掉 这里有一个塑胶扣 塑胶扣拉掉之后 这个试板往内先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再从这个地方来调整软硬度 这个是后面的介绍 那我们后来介绍前面 所以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都很欢迎跟我们联络 都很欢迎 现在在板上 我就可以立刻来回复大家 好那这一个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上座是粗的 上座中间这里有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它是可以动的 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前面的软硬度 往顺时针 它有一格一格的叼叼叼的手感 往顺时针就变硬 往逆时针就是变软 从这个地方来调整软硬度 好嘞 那这里 这个就是前面的弹簧 我们已经前面的弹簧 道路板已经不用直卷弹簧 那如果啦 店家或者是车主啊 有的也会指定想要直卷弹簧 也都没有问题 但一般大部分为了舒适 所以这条前面的话 我们配了一些大圈径的弹簧 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那这里的话 离载船的固定点 还有这个是ABS感应线 油管固定架的固定点 都是固定的 都是跟原厂一样位置的 来有车友询问 可调那边会松拖 会影响安全吗 可调的你指的是这个吗 这个是可调的 调整车高啊 是从脚管上方 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来做调整 那前面的话 它是麦花层 所谓麦花层的悬吊 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 它的避震器是会旋转的 会旋转 那如果这个齿轮状的托盘的紧度 不是很够的话 有可能开一开之后 它会松拖 但松拖之后并不会有危险 可是松拖之后 它会有咕咕咕的声音 就很像是离载船坏掉的感觉 所以如果行车当中 不论是不是装KT的 如果行车当中 改装地震器之后也好 或者是没有改装地震器 有造成不正当的 不正常的一个音音的话 都建议要请专业的技师 来帮各位来做检查 上面调整 这个本来就可以拿起来 这个调整柳 它是一个 来哦 经理现在把这个抽起来 这个是可以拿起来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旋钮 它里面是一个六角冲孔 不论是不是KT 都是这样的设计 它是一个六角冲孔 所以这个调整杆 放进去之后 从这个地方来做旋转 我看这里有没有零件 如果有零件就可以解说 这里有点脏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是一个调整杆的结构 长得像这样子 它这个杆生 放进去避震器上方的话 从这个地方来做旋转 往顺时针 H的方向它就会变硬 往逆时针就变软 那这个是可以拿起来的 是可以拿起来的 好 那我们再来继续介绍前面好的 他说可是转的时候没有一段一段 转的时候没有一段一段 代表这个调整杆没有放到底 如果它的调整杆 如果没有插到底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砍住这个六角孔 所以这个调整杆如果悬空的话 它没有插到底 一定要插到底 才会有一个一个的手感 或者是说可以到安装当时的店家 请各位来帮车友们的服务 请车友到店家 那个专业的技师的话 也都会帮各位来解决 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那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 因为现在影片当中 经理应该都有随时有零件 可以拿来解说给大家看 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产品的KT的话 都有一年的保固 在这个是说明书 这个有附一个贴纸 然后这边有一个保固卡 这个保固卡上面都有一组序号 这个序号就好像是 这一组避震器的身份证字号 可以记录这台车 当时在KT的出厂时的设定 或者是配置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这个建议大家要保存好 那KT的用料的话也相当的不错 KT的用料像是里面所填充的主名友 就好像是我们人体的协议一样 用的是意大利IP的主名友 那像是跟产品的寿命最有关系的油风 油风的话KT使用的油风 就跟很多车友会推崇日本的很顶线的品牌 Tim一样 KT所使用的油风跟Tim一样 都是使用日本最大品牌 NOK的油风 那这些产品 即便用到那么好的零件 但是不可会言 它还是有一定的寿命 但是即便它日后有音音了 有漏油了 KT本身就是制造的工厂 可以针对日后这些需要售后服务的部分 可以来帮各位来翻修 可以来帮各位来带换单独的零件 不需要为了一个小零件 就需要换一整套的 都是可以维修的 这个是选择KT是工厂的一个制造的优势 那KT在台湾本地的一个销售体系 从北区的经销商中区的经销商 南部的店家其实都有试车 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试试 因为避震器的比较 在板上询问车友的话 其实比较没有那么的客观 因为每个人想要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所以经理会比较建议大家 就到店家里面去实际来试试看看 那试试之后如果啦 如果觉得满意的时候 再考虑KT这个品牌就可以了 OK 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安装直播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